虽说是政府松绑美意 但跟实际执行明显有一大段落差 因此引发众怒 这块烫手山芋怎么接 可让高铁交通部伤透脑筋 黄云新闻 蔡宇志 黄云竹台北报道 主机总处公布了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么年增率达到2.63% 持续涂布2% 创下8年半来的新高 那么主机总处坦言 这国际能源价格是全权欲动 将增加输入型 通膨的压力 台湾已经数十年来 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 但这次通膨巨瘦已经沉水欲动 甚至带来的影响性会比之前还要可怕 行政院主机处公布 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2.63% 让2%的通膨警戒线再度失守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四度突破2% 至今创下8年半来的新高 主机总处分析主要有三大因素 第一是国际能源持续上涨 带动油软费 机票价格走高 去年低激其因素仍在 涨幅也比较大 第二是国内留了8月 中南部受到连日豪雨袭击 许多蔬菜水果价差大 再来是中秋节的月份 和去年不同 激其因素垫高涨幅 至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台湾进口价格也会水涨长高 即将要面临的是输入型通膨压力 虽然政府把关水电天然气等公费率 设有动涨还涨机制 稳定物价措施让物价涨幅趋缓 但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 主机总处也澄清 目前台湾没有通膨状况 但根据相关统计 通膨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 这个现象后续是否继续发酵 还要密切关注 不过国泰金也公布 9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87.2%的民众感受到目前物价水准 比起一年前上涨 展望未来一年同样也有超过8成民众 预期物价水准将持续上涨 甚至OECD也更新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表示未来两年通膨将继续上升 在产品需求复苏和供应链吃紧等因素带动下 G20经济体通膨率将在今年底触顶 平均至少4.5% 预计明年底才会放缓至3.5% 全球疫情截断了许多产业供应链 这是后疫情时代跟金融海啸后最大的差别 因为人们需求大幅增加 可是供给却没有增加 物以稀为贵物价当然就会飙高 恐怕夺不了这波通膨危机 荷包缩水的苦日子已经很难避免 现在通膨压力正在酝酿 也让不少人想把钱转进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南科进驻台南市之后 也吸引大量外移人口进驻 再加上基础建设逐渐完善 竟然也让台南的房市热度持续升温 根据统计台南今年第三季的买卖移转动数 达到了6640栋 首度是超越了蛋黄区的台北市 而过去一年台南的住宅平均单价 这个涨幅也超过了一成 这让不少在地民众大喊实在太贵了 台南永康随处可建工地行建案 住宅聚落成型房市真的好热 新颖不少人抢着进驻 离南科也进 离市区也进 所以说这边的大家很多 以这边首选 一户三个家庭住在一起 想要买 买不起 前年跟今年赚很多 一句涨很多 真的说出几层民众买不起房的新生 根据调查今年以来 买卖移转动数都不断攀升 以淡黄区的台北来看一度超过8600户 但第三季却降温直落6371户 不过交易已转向来落后的台南市 却在第三季以6640栋 首度超过台北 观察台南去年5月住宅平均单价16.5万元 今年6月最新价格已经冲上18.5万元 短短一年涨幅超过10%以上 但同一个时期成交天数却从81天缩短为44天 房价越贵却卖得越快 薪水待遇可能也比较好 所以说他们在台南自产这个部分来讲 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以原生在地的台南人来讲的话 突然间想要买房子就会觉得说 房价怎么会突然间标这么高 这几年来南科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设厂的效应 加上台南市有很多的重化区 还有像北环的一个快速 高价道路的一个建设 带动了很多的交通的便利性 外移人口在这几年 光是新市还有上华 就成长了4万多的人口进来 房价跟量不要齐阳 最好是量增加 价不要涨太多 市政府还是密切注意 这个房地产的供需情形 而且积极建制社会住宅 有南科题材 让逐台积电而居的议题大发酵 台南房市强强滚就怕吹破牛皮 反倒也让民怨再飙高 好日新闻 陈燕 外送君云 白云飞台南报道 那搭配中央推出的五倍券 政新 北市也推出雄好券加码 原定昨天截止8号就能进行抽签 市长柯文哲也信誓旦旦保证绝不延期 结果却在昨天下午宣布要延后一周 除了因为议会预算来不及通过之外 北市府考量110万份的雄好券 目前只有70万民众完成登记 延后一周有助于冲高登记数 其实这也让参与的民众不沙沙 原则上还是10月8号准时抽签 所以我们还有 还可以拼到今天晚上 还信心满满说10月8号雄好券抽签 不会延期要大家尽量登记 但几个小时后 市府却紧急发出新闻稿宣布延后一周 到底怎么回事 其他县市都比较都也没有这么 也不是10月8号上线 我的意思是说把它准备好一点我也同意 因为我们还希望把那个雄好券 去申请的人数还是要高一点 还有参加店家多一点 抽签临时喊咖真的是有些拉策 因为雄好券原定10月6号登记截止 8号抽签 下午3点防疫记者会时 柯文哲也信誓旦旦说 绝不延期甚至还要抽第二波 但短短两小时内却大转弯 自打脸紧急延期10月15才要抽奖 其实一大原因就是雄好券 垫付预算卡关 预算程序审查就是要经过委员会 跟大会通过才算数 那市府是希望跳过这个程序 先用垫付的方式 也就是先用了以后 再来由议会追认 但是议会认为说这样是 这样的程序是不合理的 如果市府想要赶着在周五前上路的话 就变成必须非法强行通过 但是议会不可能配合做出这样的事情 程序与法部和外 恐怕也是因为110万份雄好券 目前只有70万的台北通会员 完成议院登记 在那个住宿券的部分 其实已经通过了 不过在文化局还有产发局 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法案的内容呢 这议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质疑的地方 那顺延一周呢 其实对于我们把人数冲高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民众参与度不高 议会也无法保证 一周后预算就能如期通过 也让雄好券从议院登记 到抽奖发放充满变数 环渊新闻科冠 陈料品均台北报道 10月8号明天 五倍券就要到手了 接下来还有双十廉价人潮出笼 台中购物节也抢身开跑 市长卢秀燕喊出发票登陆 就可以抽千万豪宅 希望可以刺激台中的消费商机 而这一波抢商机的热潮 就连这个传统市场都加入 寄出只要拿着五倍券到场消费 就免费送你鱼丸 贾起甜不辣大声叫卖 12月8号五倍券就要到手 现在抢商机连传统市场 都要来参与咖 比以前更便宜啦 我很希望用消费券 在这种传统市场的消费 因为就节省我很多的孩子 像消费券两百块 可以买两百十 来买这回合得很好 台中的第五市场 祭出五倍券大优惠 消费满两百元让你任选 一斤半的鱼丸 若再加三十元现金 再任选甜不辣跟鱼丸各一斤 今年从这么近秋冬来 秋冬本来市场比较忘记就对了 所以我高级 今年应该 逐一超过三成的 四位支付 就会参加 经济部办的大礼包的抽奖 消费者紙钞来评定也都用 攀饭没有办法 收到大面额找铃 他没办法找铃 主要是他没办法找铃 所以最好就是要付小面额的 有五十一百的 这对这种小商贩会比较 可以有办法收 就是看准五倍券要出笼 台中购物节也抢在双十廉价前起跑 越月抽百万 加手抽豪宅 两个月活动上网登录发票 就有机会抽千万豪宅 甚至加码抽iPhone13 将近三亿元 超过三亿元 要来做现金发放 现金抽奖的活动 最大奖一样 比照我们前两届台中购物节 就是好宅 抢工艺后五倍寸商机 从小摊商到大型购物商场 通通动起来 欢迎新闻 红士诚会红玉 刘佩婷 台中报道 而今年各大百货的周年庆 时间也很巧都配合振兴五倍券的时间开跑 各家业者更是打着要把五倍券放大的噱头 来吸引消费者 甚至就祭出超额回馈 让消费者花五千再送五千 希望可以让低迷三个月的白货业惨况 趁着这一波疫情和缓 冲刺年终商机 不管疫情来搅局 十月份百货周年庆旺季 人潮大出笼 十一点营业时间也到 已经挡不住满满人潮 一楼美妆专柜万头钻洞 帮女朋友忙 因为她到明年嘛 所以想说就慢慢看 那个数位绑定可以再加送礼券 对对对 我们觉得其实因为数位很方便 然后你绑定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刷卡 为了抢特会组合 个个都拼了 而且这次搭上五倍券 优惠杀很大 如果是领实体券的话 那就是买五千送五百 那如果是信用卡绑定呢 则是买五千送一千 如果再加上抵用金 还有赠送的优惠券 那回馈率最高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商品的特会组数 我们有准备到八十万组 那如果加上全管 其他的特会商品呢 至少有百万组以上的 一个特会组 加上五倍券的一个优惠 那今年应该是史上 最强的一个周年庆 我们也希望说 今年的周年庆 在十八天里面 可以做到二十点五亿 成长一个percent 对 我应该会拿资本 然后可能领到资本之后 应该是下礼拜之后 会再来买 毕竟这波疫情缓和前 百货业历经 三个月的消费空窗期 五倍券 来的正是时候 让周年庆大打回馈站 红绘广场回馈最吸睛 满三千元送五百元 优惠超过百分之十六 Global Mall和天母大业高导屋 则是加计点数回克率最高 冲上百分之五十 成品更狂 含出限定期间 买五千送五千 五倍直接变十倍 要把五倍券放大 也希望让闷了好久的业绩 翻倍再冲高 环宇新闻 江博伟 林嘉倩 台北采访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庆 观点 请锁定 环宇新闻台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 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日前他到瑞士的苏黎世和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 内容触及了新疆人权以及共激扰台等等的议题 会后有官员透露美中双方原则上同意 让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 在今年年底前来举行视讯的双边会谈 虽然习近平先前已经表明不会亲自出席月底 在意大利举办的G20峰会 代表无法跟拜登会面 不过双方仍有机会在年底前举行视讯的双边会谈 这名美方官员透露拜习视讯峰会 是在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跟中国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瑞士会晤后讨论出的方案 根据媒体报道 拜登跟习近平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博日前双方也就共激饶台的事情进行谈话 拜登也表示会确保中国遵守台湾协议 而在瑞士举行会谈的苏利文跟杨洁篪两人 时隔半年后再度碰面 在长达了六小时的会谈中 苏利文除了向杨洁篪提出 美方对于跟中国共同合作 以因应重大的跨国挑战意愿 同时也就中国的新疆人权 香港跟派出共激侵扰台湾等问题上表达关切 不过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却让台美关系更加亲密 美国国会中有不少的挺台湾的国会议员 像是加州39区国会众议员金应玉 向来对于台美关系的促进是不遗余力的 那他表态支持台湾加入CPTPP 同时也表示自己正积极地促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今年初他才刚提案 希望台湾能重返WHO担任观察员 金应玉受邀出席洛杉矶一场台湾人的聚会 在南加州的侨胞团体中他相当欢迎 台湾出美代表肖美琴 在9月底才刚刚拜访芝加哥的侨胞团体 并且肯定侨胞团体在当地是发挥了草根的力量 对于巩固台美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 事实上身为台湾人的大本营 洛杉矶这里有更多的侨胞团体 他们除了是联系感情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那么就是要游说国会众议员 希望他们能够在国会里提出对台有利的方案 并且借此来促进台美关系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洛杉矶举办新众会员聚会 同时也邀请有台派众议员金英玉来聊聊台美关系 才刚结束华山顿的行程 就赶着回洛杉矶参加这场聚会 他是金英玉 美国加州39区国会众议员 含义共和党籍 金英玉常年深耕台湾侨胞 对台湾议题相当热衷 今年年初他也才刚提案 希望台湾能再以观察员角色 重返WHO 这次聚会他再次提及 同时对于台湾申请加入CPTPP 金英玉持正面态度 除了台湾的国际外交 针对军事防备 金英玉也说 全力支持美国增加军售给台湾 借此来保障台海与亚太间的军事安全 不过目前台湾的当务之急 还是疫苗不足 金英玉也保证将会持续为台湾争取更多疫苗 金英玉说在疫苗爆发之初 台湾尊赠许多防护衣口罩给美国 现在轮到美国帮台湾的忙 侨民也认为目前的台美关系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表示 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 都有有台派的众议员 这也是大家多年以来努力的结晶 台面上的国际地位争取 台面下的草根粒默默耕耘 都是希望台湾能在外交上更上一层楼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 曾经禁止公布国内的核弹头库存数据 而在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在5号也首度公开了库存量 截至2020年的9月30号 美军是一共拥有了3750枚的现役 与非现役的核弹头 创下美苏冷战高峰期以来 库存量最低的一次记录 想请我们交给国际中心记者陈范婷来说明 好的主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核弹头库存量 截至2020年9月30号 美军一共拥有3750枚现役与非现役的核弹头 相较于2019年少了55枚 比2017年同期少了72枚 同时也是1967年美苏冷战高峰期以来 公布库存量最低的一次 另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今年1月的统计 包含退役核弹头在内 美国拥有5550枚核弹头 俄罗斯有6255枚 中国有350枚 英国有225枚 而法国则有290枚 而印度巴基斯坦 以色列跟北韩一共有大约460枚核弹头 川普执政期间 曾经禁止公布核弹头的库存数据 跟俄国的现役谈判也停摆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 适逢拜登政府试着重启 美俄线5谈判之际 提高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 对禁止核武扩散至关重要 德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在当地时间的6号表示 已经选择跟在国会大选中胜出的 社民党来进行三方组合谈判 领军基民党的总理是梅克尔也表示 新政府几乎不可能由基民党组成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国际中心记长 想犯您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即将成为造王者的绿党和自民党 动向备受关注 而在大选中胜出的社民党总理候选人 萧姿表明已经跟绿党和自民党 就组成政府一式展开谈判 也代表萧姿距离总理大位 又更进一步 我们现在的联合中 我们的联合论 说明正是被联合中 专门的联合体 和自民党党的共产党 贸的联合体 我们已经有关注的联合体 比典的联合体 一直在动训络之间 我们也是非常感謝 在联合体 我们不来的联合体 我们来到这些联合体 我们有关注的联合体 我们是从哪一扇联合体 我们是在联合体 对此的国总理梅克尔也坦诚有机名